我公司研制的加热、压榨、过滤、一体化的榨油设备,能自动控制油料压榨温度,具有出油率高、油品质量好等特点。 该机采用电加热管加热榨糖,因而能使榨糖在短时间内升到油料所需的压榨温度,提高油料的出油率。 本机采用真空绿油,毛油净化速度快,油品质量好。 该机主要适用于芝麻、花生、菜籽、大豆等油料作物的热榨,所以该机最适用于小型油厂及个体专业户使用。 机器的结构 利用YL-80型榨绿一体化榨油机,主要有以下三大部分。 1.油料压榨部分 2.电器控制部分 3.真空过滤部分 机器的安装 机器安装时,整机与连接部分应保持水平,以防工作时震动。 机器应接地线以保证工作安全。 机器的操作 2.炸油机部分 3.将炸油机齿轮箱加20号机械油,油位达到油镜的中部,再将推进丝部位加足润滑油。 4.检查各部件是否紧固。 5.再用手搬动炸油机皮带轮,检查机器有无松动和卡死现象,若有异常应及时排除。 5.松开锁紧锁螺母,将炸螺轴拧到死点,再退三至四圈,再前进半圈,以保证炸螺于出柄圈的间隙。 5.打开炸油机的开关,检查炸油机皮带轮旋转方向是否与标识方向一致,若不一致应及时调整。 5.检查过滤部分。检查滤油部分各接头处,有无漏气松动现象。 油缸过滤各部位检查完后,再对机器进行启动。 首先,启动加热管,在十分钟左右,炸油机炸糖温度达到160摄氏度时,红色只是灯亮。 再启动炸油机,可将炒好的油料加入料斗,并调节出柄厚度。 当炸后在0.8至1.2毫米时,再拧紧放松螺母,以求炸油机正常稳定的工作。 炸油机炸出的毛油,由节油盘流入真空绿油机的一个油缸内。 打开本油缸的抽气阀门,使其抽气,其余阀门均关闭。 当毛油覆盖滤部时,再启动真空泵。 当本油缸过滤一次毛油后,把躺油板改变位置,按照上述方法操作。 这样使整个机器连续工作。 同时,要不断清除滤部上的油渣,以防影响过滤。 当油缸内进化后的油达到油标位置时, 并可以关闭此油缸的真空阀门,打开放气阀。 打开油缸放油阀,放出净化油。 同时,使毛油流入另一个油缸,打开另一个油缸的真空阀门。 两个绿油缸轮流使用,要不断观察油缸观察镜。 如发现油缸有油墨时,应及时打开放气阀,让油墨消失。 以防油墨时,以防油墨时,以防油墨时,空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放气阀。 如果您的油缸,您您的油缸可以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放气阀。